什么,你以为沙巴只有神三妹,人家美食也很多啊? 今天小鲨鱼给你带来 沙巴美食懒人包 收藏起来 美食一,大前来海鲜餐厅 来亚币游玩,绝不能错过价格便宜又活泼乱跳的深蒙海鲜 招牌必点的海鲜有 干香螃蟹王,辣子扇贝,湿奶油老虎虾 我的妈啊,流口水了 美食二,花季鱼炸 鱼炸有两种汤头 不管是浓郁酸香的番茄汤底 或辛辣的冬孕汤头 都包你点赞分享 美食三,服员茶餐室 你有听过Rodicavi吗? 嗯,其实就是嘎亚牛油面包啦 薄切的面包在烘烤后十分酥脆 涂上香而不腻的嘎亚和顺滑的冰牛油 再配上一杯冰咖啡,完美 美食四,一封茶室 大巴的腊沙和我们平时吃的腊沙不同 人家是咖喱汤底 大巴人要叫他腊沙,你吹妹 人家里面还放了切成条状的煎蛋 你管得着吗? 汤底也不是完全咖喱啦 有带酸,带辣 适合不太能吃辣的万年小朋友味觉的朋友哦 美食五,诚心茶餐室 说到豆芽蓝面 你或许会好奇到底是什么面 豆芽蓝面其实就是炒手工面 Q弹的面条带有浓浓的蛋香味 而且没有碱水味 每天早上七点半已经集美了人 下次要去要调好闹钟啊 美食六,家乡生肉面 生肉面是沙巴最具代表性的美食 汤底一大股熬煮 味道清甜不腻 新鲜汤烫的猪肉片 还有不同的猪肉丸可以选择 再搭配有猪油渣的干捞面 满足啊 美食七,味牙海南鸡饭塔餐厅 海南鸡饭吃的多了 但金字塔的海南鸡饭你有看过吗? 色泽米黄色的鸡饭特别香 带有浓郁的鸡香油 再以做做的三角形状呈现 肥美的白斩鸡鲜嫩多汁 喜欢吃海南鸡的鸡友们可别错过了 美食八,旺旺 下次关顾旺旺的时候可以跟老板讲 老板干捞面一碗不要面 放心老板不会中雨 因为他们家的面条完全是用鱼肉来制作的 没有添加任何面粉 里面的配料还有鱼皮 鱼片和鱼头等等 相当丰富 如果是煮汤的话 有清汤、冬羊汤和酸辣汤可以选择 美食九,星际肉骨茶 加了二十几种药材很够味的肉骨茶就不多说了 没想到连小菜也丝毫不马虎 鸡饺是老板不眠不休乳了一天一夜的 看起来完整的一只 但入口一咬全部化开 连骨头都入味了 猪腰也很敢给 又软又嫩 汤头还有浓浓的酒香 如果满分是五分 我给六分 美食十 家乡牛杂 采用牛大骨以及十几种药材和香料熬煮24小时的汤底 牛肉鲜嫩 牛腩细腻 牛筋弹牙 白萝卜也熬煮得非常入味 喜欢吃牛肉的人一定会爱上这个地方 不管你点的是牛腩面还是葱油面 包你吃到碗底朝天 看完后是否心痒痒 很想马上飞到雅壁去吃美食呢 关注我 下次再带你去吃别的地方